多謝主席 吸煙危害健康政府宣傳了很多年 所以我們也看到香港和以往幾十年比 吸煙人數是減少了 但是現在我們收到最多的投訴是怎樣 就是剛才我們幾位議員所說的 現在下街轉了彎 在角落頭有很多人在打火鍋 在這裡煲煙 這條街很窄,避無可避 第二就是火車頭的問題 一路走一路吃 其實我們很多市民都是投訴 覺得很討厭,又不能避 他又站在路中間走 所以事實是出現一個問題在這裡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不想吸二手煙的市民 可以不需要吸到這些二手煙呢 我覺得政府是需要去處理的 剛才劉國昏主席也有說到 說我們的建議就是一些指定的吸煙區 在這些指定吸煙區的範圍以外的地方 就不能吸煙 可能你就解決了那些 就是條條街的角落頭 以及一路走一路吃煙 影響了其他市民這個問題 我希望政府認真去考慮 因為既然你都收到這個投訴都很多年了 那就何以完全沒有任何的解決方案呢 我覺得這個希望有些積極點的回應 主席第二我想提的就是 關於控煙 我們之前就立法處理了電子煙和加熱煙的問題 因為正如剛才林鄭元議員所說 其實我們女性吸煙的有上升趨勢 但是我想另一個我覺得要處理的 是吸食水煙這個問題 水煙這個問題 我看到越來越多地方可以吸食水煙 其實水煙都是含離古丁的 也會令人上癮的 但是它加了很多水果味 不同的口味 就是蘋果味、士多啤梨味等等 就令人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害 很多人就可能覺得 去一間有戶外地方可以坐的餐廳 就變成一個社交活動了 就一起吃水煙 一吃就可能一兩個小時 或者兩三個小時 大家一起在這裏煲 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吃水煙很普遍就可能一壺水煙 幾個人一起吃又有等等 但是我們知道很多研究都說 其實你吃一個小時水煙 就等於你可能吃了一兩百支煙那麼嚴重的 那個禍害 同樣可以治癌 亦都會上癮 口腔癌、肺癌、食道癌 這些可能都一樣會發生 加上它的添加劑 亦都可能有重金濕或者不知道什麼的物質 現在我覺得似乎又沒有什麼監管 似乎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就越趨嚴重了 我也想了解一下政府在對水煙這裏 你們打算怎樣去處理呢? 會不會加強這個宣傳推廣教育 就是告訴別人聽大眾市民 尤其是年青人水煙的禍害 而且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和一些人一起吃水煙 或者你不吃 就這樣坐著 你跟他們聊天聊兩個小時 其實你就吸了兩個小時的二手煙 是一級致癌的一些二手煙 其實同樣都是危害健康 但是很多人似乎都不知道這個問題 因為你的煙又有水果味 又好像不太覺得 那你們會怎樣去處理 還有會不會有監管呢? 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 他們那些添加劑的物質是什麼 會不會對身體有更嚴重的傷害 謝謝主席 好,副比師長 好,謝謝主席 郭議員說的那個其實是很對的 那個水煙的確也是絕大部份 含有我們固定的 所以這裡的控煙酒辦 其實都有做工作的 我問阿楓醫生說說 時間 是,多謝郭議員的關注 其實就著那個水煙 其實我們都看到 其實在世界其他地方 其實都有那個興起的趨勢 尤其因為它是有那個糖果味 還有它是一些水果味 還有它也特別是在一些社交聚會 或者是年輕人 那它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大家可以分享的一個小言 那我們在那個宣傳那方面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跟公眾去說 尤其我自己記得在2019年 在2020年我們上一次公佈 那個吸煙律的記者會那裡 我們也都特別提了 就是因為COVID 那個水煙在COVID期間 它的風險 因為那個容具 在公眾地方它很難完全去消毒 就是在公眾場所要去共用 那些水煙霸 但是在執法方面 我們在371 因為水煙其實是一個吸煙產品 所以在一些室內地方 它是禁止使用的 所以我們過去也有特別針對 一些酒吧在室內場所 去提供水煙 所以我們也都 除了我們自己去做一些主動的巡查 亦都是有跟警方那些做一些 叫Jone Operation 一起去打擊 我們也都已經是成功 檢控一些酒吧的管理人 就是教唆協助吸煙罪行 亦都是有罪成的案例 在這一方面 我們會繼續做一些主動的巡查 亦都是有一些蝙蝠手症 希望去加強去打擊 至於在一些非禁煙區去做這件事 我們其實在不同的媒介 我們都會有一些關於水煙的禍害 未來我們會再看看 如何加強去重複 這個信息 主席 我覺得關於水煙的禍害 雖然政府說你們都有做宣傳 但我其實在網上也不太看得到 可能針對年輕人 或者在網絡所有宣傳 其實都是不足夠的 正如我所說 就算吸二手的水煙 其實禍害都很大 我相信更多市民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這個宣傳推廣 這方面要做更多 另一方面就是關於水煙裡面的物質 那個監管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它有很多不同的添加劑 有很多化學成分 但我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即是不同 你現在的香煙 你也有一定的監管 水煙似乎沒有 即是任何的酒吧都可以賣水煙 而你不知道裡面那些是什麼 那這方面 你們打算進一步去研究 進一步去監管這個水煙 好 副比斯長 風醫生 阿斌主席 或者我解釋 因為吸食水煙 其實它是煙草 還有它會有一些糖 還有人工添加的味道 那些添加劑 但是其實我們已知 就是其實 雖然我們看到水煙是很高 但是其實傳統香煙裡面 它一樣是會有糖分 在它製作的傳統煙草產品 即是我們所說的捲煙 普通人每天吃的煙 其實它一樣是會有味道的添加劑 可能國議員都會留意到 我們在今年公佈去年 我們做的一個住戶調查 我們是第一次收集關於我們香港人 有多少吸食有味道的煙草產品 其實都是那類的添加劑 而這類的添加劑 其實已經用了很多年 所以我們是說將來 如果要去規管水煙裡面的添加劑 它的成分 其實跟傳統煙的做法是一樣的 需要是一樣的 原因就是因為它們都會用那類的 味道的添加劑 那些雖然在食物裡面安全 但是它其實也都已經在煙草產品裡面 用了很多年 所以那個規管的方式是不會有 即是不會有一個大的分別 即是如果要去規管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有沒有去抽查 其實煙草產品 你說去抽查 其實這麼多年我們知道 煙草產品是有幾千種化學物 有69種子額物 這個是不用抽 你也知道裡面是有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要做控煙做得這麼 要這麼賣力去做呢 就是因為水煙和傳控煙 其實都是有 即當它燃燒的時候 它都是有幾千種化學物質 和最少69種子額物 即是已經是正式的子額物 因為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現在都覺得很時尚 就是水煙 所以你會不會特別針對學生 譬如中學生 來去做一些宣傳和教育的工作 讓他們知道那個 剛才你說的那些禍害 我相信他們都不知道 我想其實局方都聽得很清楚 其實就是 剛才都解釋了 水煙和一般香煙的處理方法 都是一樣的 不過議員可能希望 在那個宣傳教育方面做得好些 好 那這一方面 我想最後都請封醫生 或者副秘書長簡單回應了 好 好 多謝 收到這個意見 我想郭議員特別想 我們跟進就是 就著水煙 這個作為一個點提式 特別將它突出來 做一個重點的宣傳推廣 不要說流於好像我們 跟一般香煙的那個推廣教育 特別針對水煙的工作 那我們回去看看怎樣可以 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 以往一路走來 我們都有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希望令到市民 青年人不要覺得吸煙 是一個時尚有品味的一個行為 這裏一向我們都是這樣做 剛才葛言說得很好 就是水煙現在也似乎有這個趨勢 我們這裏會跟進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主席 剛才我都說 希望政府積極回應 剛才我和你提出的意見 就是在一些禁煙區意外的地方 就不可以吸煙 那政府在這裏 你打算怎樣去研究 我又不想過一段時間回來 都還在研究中收到投訴 你會不會有一個時間表 告訴我們 你會不會認真考慮 那最後你回答到這裏 我最後一句很快 其實我們在今年施政報告都說了 我們明年年初 就著未來我們控煙的下一步工作 我們會有一個諮詢文件 再諮詢公眾 在那裏我們會 立入這些建議 我們考慮看看怎樣 可以適當地 讓大家可以 在社會上去討論 究竟下一步我們的工作是甚麼 所以在諮詢文件我們會 再交代各項 有各項的選項 我們會不會有兩分鐘 我們家會被困ff災